我們來關心竹聯邦訓言會議一名私信嫌犯 居然開了兩家公司來涉嫌吸金將近4800萬元 可以看到桌上這些帳策、現金甚至還有叫戰手冊 都是他教小弟要如何來行騙的 我們來聽聽看他到底是如何把這些被害人的錢都騙到手中 是的 這個私信竹賢他開了兩間公司 其中是一個廣告行銷公司 那這個廣告行銷公司主要就是承攬各行各業的廣告行銷的一些業務 那他也會以這個作為話術來告訴被害人 他的政商關係非常的豐沛 那請被害人要相信他投資房地產保證會穩賺不賠 那他的手法是他請被害人到公司 他會展現一些權壯告知被害人確實有進行這個房地產的投資 那被害人每個月可以獲利年期為16%到26%不等的利息 這個就是他的詐騙方式 好 那其實在警方在清查嫌犯的背景當中意外發現說 有一名嫌犯居然是銀行的李專 他跟這個主協走在108年的時候就開始合作行騙 那疑似傳出說後來還從第一家銀行李局換到另外一家銀行來繼續當李專 那其實目前呢檢警清查之後發現說有四個人受害 受騙的金額呢是高達了4800萬元 那懷疑說還有更多人受騙還不知情 那將會陸續來清查以上交還捧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